不久之后,2018年雅加达亚远会将开幕,这次中国男子乒乓球队中最大对手之一,自那年仅15岁,日本小将张本志和。 他有击败中国主力马龙、张继科、范震东等在内的记录,所以国拼必须有所准备,让中国球迷朋友们了解他,除了技巧外,他的亚洲运动员的身份也是争议很大。 刘国梁的兄弟刘国栋就曾在微博上关于他规划问题,表示惊讶并且有些愤怒,夺冠就开始忘本,要完全规划日本球员。 刘国栋在微博上这些义愤填膺的写道,这两天一直在想一个问题,球员入别的国家级参赛,其实就是想领个参赛证,实现自己的梦想,但是请你尊重自己,和你的祖先,你是流着中国血的中国人。 千万别说自己不是中国人,别以为你这样讨好别人,以为别人会看中你。 小编看到刘国栋这么写道,莫名地激起了小编的爱国情怀来,刘国栋说的没错呀,谁都有梦想,在实现梦想的过程是艰辛的,不会是一帆风顺的。 或许你可能会说不,真正的原因是不公平,并非自己没那个实力,可能那么一句话说得在里,运气也是实力之一。 所以你选择了出门,为别的国家打比赛,那是你的无奈之举,报国无门。 可是你有想过吗?你身上还流着炎黄子孙的血,从刘国栋的言语中,虽然没有直接点出张本日和的名字来,可是大火已经猜出来了。 好,无疑问,已经知道那个要规划的球员是谁了。张本日和面对着中国选手大喊大叫,还打放厥词,我的目标是击败中国乒乓球,为日本创造记录,难道真的忘本了? 至少你身上那些本身,也是在中国练出来的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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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